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特里特中将告诉他 北方报纸上说波托马克军团指挥官更换成乔治米德了 李将军对米德很了解 清楚他是个谨慎的人 如果他们要集结部队 势必还需要一段时间 如果我们立刻行动 正好可以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 在地形上 所有道路都在峡谷东部汇集 隔底斯堡小镇将成为重要的战略要点 与此同时 第一师指挥官约翰布福德将军发现 南方一个团正在敌战区活动非常奇怪 他判断李将军掉头了 这肯定是主力部队 他们的目的地应该就是隔底斯堡 他决定先放两个旅进驻小镇 不福德将军料想 我们占领隔底斯堡小镇 李将军占领对面另一个山头 如果李的部队部署完成 那么当我们其他部队抵达时 将会付出惨痛的代价 另外 明天早晨会有两万人从前方的道路上赶过来 假如我们能够在这里坚守几个小时 我们就能阻止他们继续靠近 直到米德将军带领主力部队过来 他下令炮兵在隔地斯堡以西 钱伯斯堡峰沿线部署火炮 并在镇的四周部署侦察哨 1863年7月1日星期三 隔地斯堡战役第一天 早晨7点30分 南方希尔第三军团赫斯将军的两个旅沿着钱伯斯堡峰向东行进 据说 当时开第一枪的是北方士兵琼斯中尉 战争结束后 他在1886年又回到了隔地斯堡 并在他开枪的位置设置了一个纪念碑 布福特将军抓获了几个赫斯师的士兵 他们交代 大约还有8000人左右 正在从隔地斯堡与卡西镇之间的道路上赶来 整个希尔第三军团大约2.5万人 李将军会下的几个将军们也正在向隔地斯堡会集 预计到下午他们就能集结完毕 早前 布福特将军一直担心李将军的两个军团会从西侧和北侧对他们形成夹击之势 如果真是那样 他的两个旅也仅能抵挡两个小时 事实上 他在镇州围设置的防御攻势 有效延缓了南方部队前进的速度 上午10点20分 第一军团先锋雷诺兹少将终于抵达格底斯堡 一时间 布福特留下了感激的泪水 雷诺兹少将告诉布福特 我的第一团和第十一团马上就到 等他们布置好后 你们就撤 或许 南方赫斯师到来后 他还以为对付的是两个没有战斗力的骑兵旅呢 原本赫斯将军早晨派人到格底斯堡征用鞋子 他们又想到 一夜之间 北方布福特将军竟会突然出现在镇里 属下还在交火 他只好赶过来向李将军报告 李将军埋怨赫斯 战争千变万化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必须服从命令的原因 李将军曾计划 等他们集结到位后再开战 这下可好 人还没有聚齐 战争就开始了 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下令赫斯立即停止交火 与此同时 南方第二军团的尤尔尔中将 正在从格底斯堡小镇右后方抵达预定为止 先头部队已经与布福德将军交上火 战场瞬息万变 又有四个炮兵连进入战斗为止 赫斯将军 路德将军 彭德将军三个师 再加上后方尤尔尔中将带领的两万人马 拿下格底斯堡一如反掌 李将军下令 赫斯将军你可以进攻了 李将军想拿下格底斯堡附近的高地 以及早占据有利地形 他很清楚 如果他们占据了这一只高点 后面将意味着什么 然而直到傍晚 高地依然没有拿下 深夜 特利布将军找到李将军 表示要辞职 本来他可以拿下那座山头的 当时那里根本就没有人防守 尤尔中将就是装听不见 我把刀夹在他脖子上 他也不给我士兵 真的快气死我了 北方波托马克军团指挥部 布福德将军向第二军团指挥官 汉考克将军请求休整 汉考克将军告诉他 早点休息 明天早晨 你们还得到最左翼防守呢 深夜 总指挥米德将军姗姗来迟 他抱怨这是什么鬼地方 黑不溜秋的什么都看不见 能打仗吗 李将军睡不着 他思绪万千 明天或者后天 整场战争就能分出胜负 明天敌人会加注防御 还有更多的人赶到这里 如果这时候我告诉他们 我们撤退吧 会怎样呢 如果不撤退 现在还不知道对方有多少火炮 有多少人 或许米德会抵挡不住压力 首先发起进攻 我该怎么办 哎 算了 听天有命吧 1863年7月2日星期四 格底斯堡战役第二天 北方波托马克军团 第一军 第二军团 第三军团 第五军团 第六军团 第十一军团 第十二军团 炮兵预备队 共计约十万大军 南方北弗吉尼亚军团 第一军团 第二军团 第三军团 骑兵军团 共计约七点五万大军 双方大部分军队已经进入作战区域 李将军要求属下们 今天要对米德阵地发起全面进攻 进攻次序 特利特中将的第一军团负责攻击左翼 歇尔中将的第三军团紧随其后 接着尤尔中将的第二军团攻击右翼 直到上午十一点钟 李将军才下达攻击命令 与此同时 在北方阵地 张伯伦上校的缅因第二十步兵团 就部署在防御圈最左翼位置 如果他们被攻破 整个防御体系将全线崩溃 所以他被上级要求 无论如何也要战斗到最后一刻 缅因第二十步兵团在上一年约有一千人 现在就只剩下不到三百人 日前 缅因第二步兵团解散 留下120人 但这些人拒绝战斗 在张伯伦的劝说下 终于有114人自愿加入队伍 一名南方赫斯师的俘虏曾告诉他们 南方军队为什么要打仗 我不知道别人是怎么想的 但我不是为了黑鬼奴隶 我是为了我自己的权力而战 我们都是为了这个 为什么你们这些北方人 能够过你们自己想要过的生活 却不让我们南方人过我们自己想要过的生活呢 生存也让别人生存 如果大家都把这句话放在心里 那就不会有乱七八糟的事情了 缅因第二十步兵团414人 每人60发子弹 在指挥官张伯伦看来 这就足够了 然而真实情况谁也没有料到 南方军队却将他这里当成了突破点 60发子弹远远不够 临界83团无法提供支援 就连子弹都没有 在南方士兵一连冲锋了几次后 他们终于子弹耗尽 有军官劝他 我们撤退吧 子弹都没了 张伯伦告诉众人 如果我们趁机溜走 整个侧翼将全部完蛋 如果我们留下 子弹又没有 所以等死吗 既然如此 我们就来一次绝地反击 我们要往山下发动一次完美冲锋 张伯伦形容这是 我们要像一扇门一样将其甩下来 这次主动攻击成功的将南方士兵推回了原阵地 凭此一战 张伯伦从此名声大噪 战斗过后 免印第20步兵团被紧急撤了下来 安排在大圆顶上 李将军告诉特里特中将 今天下午差一点就要成功了 我可以感觉得到 进攻没有协调好 我不知道问题出在哪 其实李将军错就错在情报问题上 因为他的计划全部是根据假情报制定的 再加上斯图亚特将军麾下的骑兵根本没有参战 各部队沟通不顺畅 导致李将军上午11点下达的进攻命令 下午1点时 第一军团才有少量士兵进入阵地 更有两个师直到下午4-5点才进入作战 天都快黑了 敌人都准备洗洗睡了 7月3日星期五 格底斯堡战役第三天 李将军依然希望能够使用昨天的策略 再进行一次进攻 特里特中将的第一军团依然攻击左翼 希望他能够占领中间的高低 在北方防御战线上撕开一道口子 实际上 特里特中将一直对李将军的进攻策略持保留意见 他认为 我们应该防御或者撤退 避免与北军正面交火 但李将军却一直希望能够与北军决一死战 然后直逼华盛顿 这样南方便有了有力的谈判筹码 皮卡特将军的一个师还没有参与战斗 李将军希望特里特中将 带领包括皮卡特将军在内的三个师 约1.5万人 集中于1点取得突破 特里特中将告诉李将军 以我这么多年的作战经验来看 我们会失败的 不是1.5万人能不能拿下山头的问题 从这里到那里之间有1600米空旷地带 当士兵走在上面会怎样 他们就成了火炮轰炸的重点对象 我们之前也不是没有这样做过 李将军也很清楚结果会怎样 可箭在弦上他不得不发 早在开战前 特里特中将脑海中就已经预演出了突袭的效果 当士兵们遭遇栏杆时 会减缓我们的行进速度 当他们抵达火炮射程之内时 队形会被打散 战线将被炸得致力破碎 如果他们勉强能够抵达敌军阵地时 又会生下多少人呢 事实情况确如他所料 战争从下午3点开始 12500名步兵推进到公募林 这就是历史上所说的皮克特冲锋 直到战争结束 有将近一半的士兵都没有归队 这一役 两军士兵伤亡约57000人 几乎占所有参战部队的三分之一 尤其是南方军队损失惨重 格底斯堡大战 除了是南北战争中伤亡最惨重的战役之外 也是在战斗中阵亡将军人数最多的战役 有10名将军在战场上阵亡 属下奉劝特里特中将 试图让自己被杀死 没有任何好处 时间到了 上帝自会带你走 李将军与特里特中将促膝常谈 如果他们要战斗 我们就必须和他们战斗 说到底 谁胜谁败真的那么重要吗 好了本集故事已经完结 影片全长4小时31分 里面仍有许多细节小侄没有讲到 喜欢的小伙伴请直接观看原片 革地斯堡 静静期待下期精彩内容 谈点二战中 那些涉及规模超过500万人战役的电影 有哪些 五部大制作 一一详细解读 最后小侄再啰嗦一句 喜欢小侄电影的小伙伴 请点击屏幕右下方 订阅关注 及时结束最新更新信息 我们下期见